挂灯笼赏花灯是春节的传统年俗 每到过年只要挂起灯笼 立马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春节将至 全国多地就挂起了灯笼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大晚八点 在南昌滕王阁景区主阁广场上 舞狮舞龙等传统民俗演绎热闹悲凡 滕王阁新春游园灯会 搭建了多个富有文化内涵的灯组 点亮新潮年味 气势宏美的春子门头 让人停住榴莲 三个调皮的小娃娃 趴在门头趣味十足 我看到有很多这种老虎的这种造型 然后特别的好看 花灯造型挺独特的 很有年味 我今天拍了不少照片 一些身着汉服的游客 提着小虎灯 体验新春游园灯会 感受年味市集 新春灯迷等一系列新春游园活动 滕王阁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 在历史上就是吉祥建筑 风水宝地 那么我们今年做这个游园灯会 是让我们所有的游客 来到滕王阁感觉到温暖温情 重庆十八梯 曾是连通主城区 于中半岛上下半程的主要步道 一步一梯 随着春节来临 当地组织了以十八梯打灯笼步步高 为主题的新春民俗文化灯饰 一百余种不同灯组 上千盏灯笼点亮老街 多种形态的老虎灯饰 十二生肖灯盏 还有多种花灯 让游客在爬坡上坎中 感受记忆中的年味 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区 不仅河道两旁的游步道灯光璀璨 与河中倒影交相辉映 让人目不暇接 还用声光电等技术 在传统的土楼上 投射出各种热闹场景 年味十足 人们漫步福道赏福灯 徜徉土楼看水幕电影 孩子们也点燃手中的烟花 在灯光与石景交相辉映中 提前感受春的乐趣 享受幸福时光